现在时间七点整 文化、文化、构织、综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 日本很接近台湾 不管是过去跟中来 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是没把脱离的 事实上花哥慢慢的会把 日本史有系列的 比较简要的讲 接着花哥会找比较详细的 这种历史消化以后 来讲讲朝鲜史 就是韩国史 因为韩国和台湾也是密切 不能够断裂的地方 另外就是 我会讲越南 越南是花哥少数很尊敬的国家 越南在这个短短的三百年内 联系打败了全世界 最强的几个帝国主义 越南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 越南的历史 特别是台湾人 这么多人已经 娶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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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念了又消化以后 变得更简单了 跟你讲 有系统的讲 你把梦听听了 你也感觉到他 存档的档 你把它存起来 你有时间塞车的时候 边听边了解 台湾的东西 你跟周边国家 当然有密切的关系 你看这些国家 有这么密切的 人力来往 外劳的来往 或者是贸易的来往 将来都变成 台湾很重要的力量 你怎么可以说 对这个国家的历史 不了解呢 你自己了解你自己 你只能了解你自己 你有什么就走出他们了 照理说我们学校 都应该把这些国家的历史 当做一个常识 教导我们的孩子 才不会让我们的孩子 下一代目光如斗 像日本 像眼中只有 美国最大的国家 英国、法国、欧洲 很多的文明 甚至都再多加一个 俄罗斯、中国 这都没搞的嘛 多边国家的历史 对你的文化和历史的研究 影响力很大嘛 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发个要一系列的 讲一些日本 一些很重要的 历史的因素 我不是讲那个 正规大的这种历史 而是讲 我们所没有了解的 一些文化现象 我们以前是不了解的 今天我要讲的单元是 蒙古的入侵和神风特工队 你本人动不动说 他们是国家神风特工队 因为日本在历史上 2000年来 从来没有被外族征服过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美国打败 然后美国军驻到日本本土以外 日本在122000年的历史 12000年的历史 没有任何外族 占据过日本 所以他没有被占领的历史 没有被占领的历史 但是不代表没有入侵的历史 想要侵入到日本去的历史 有 最有名的 就是伏必烈时代的蒙古 曾经三次牺牲日本 东征日本 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失败 第三次已经下定决心 几十万的军队和农民 乘着船要来踏平日本 但是这个时候 日本运气有很好的 都要遇到他们 遇到伏必烈戏 伏必烈死掉以后 这场蒸花还没有出花 就停止了 日本免于被蒙古占领 使得日本真的可以维持到后来 到明日维新 一直都没有被占领的历史 使得他的文化可以独立发展 如果日本被蒙古占领 今天的日本 恐怕就不是今天的日本 好 那所以要讲这个蒙古 入侵 对日本来讲 当然是入侵 这个在日本历史上 是一个天大的事件 那这两次入侵 老实讲 也都是天意 有一方面来讲 有一点点天意 以蒙古出动的军队来讲 日本根本不是对手 但是偏偏他们碰上台风 两次都碰上台风 所以日本人就吹牛说 编了一个神话故事说 因为我们天皇 我们是神的国 所以有神的风来帮助我们 当然这就是他的神话 但是历史上常常很多事情 就是这样巧合发生 好 讲这个以前 发哥要讲 那么从两个礼拜来 发哥有推动 因为谢志为 德国 台湾驻德国的大使 谢志为是发哥的和下底 那发哥去年写的 在转角为爱朗读 这本书 谢志为帮我写的序 他因为帮我写的序 这本书 他看完了 给我没有讲 发哥我给你讲 你这本书真的是 你最近写的书里面 最好的一本 是真正有国际观 值得翻成德文英文 这些外文的这个书 但是你为什么 没有好好推广它呢 老实讲 刚好碰到年底 我妈妈生重病 现在妈妈做生 但是人还活在悲伤之中 那么谢志为就讲说 你不可以永远这样 刚好台湾发生这个凤梨事件 我嫁妇一万块 买王来 你要去签书 然后签书呢 签一百 你就送一颗凤梨 非常谢谢谢志为这样 所以我说 义者三有 有质有量 有多文 好朋友有三种 一个是正直的朋友 一个能够宽量你的 能够体谅你的朋友 第三个朋友 是博学多文的朋友 那么这个 谢志为三个都有 有质有量 有多文 正直 宽量 而且博学多文 我非常谢谢他 那么我办了在电台 送凤梨签书 第二场 这礼拜五 就是明天就会在 五院读书会 也是签书送凤梨 那么这个活动 结果我一个听众朋友说 他也要加入 结果台中 我有个听众朋友 叫陈美如 我没见过他 他说 博哥你一定 让我贾书一万块 我要买来 你继续帮我签书 继续签书 我说 我考虑一下看看 考虑到后来 博哥觉得 好吧 那就埋一下头 再做一次吧 那就三月二十八号 下礼拜天 三月二十八号 下午两点钟 我要直接在屏东的 一八五线道的 民权农场 办签书会 民权农场就有 二十三甲的凤梨 他有一个 房子在那边 有个推广 他农产品的房子在那边 那倒数呢 都是吴牧全老先生 以前开辟这个农场的 种了大树 就在那个 大树底下的 小的凉亭里面 发哥呢 要在那里签书 一方面有要求 这个民权农场的 第二代的二代木 吴坚明和他的夫妻啊 两个都是平登 农业科技大学毕业的 请他们解说 民权农场的一些生态 这里的生态很丰富 因为这里有发现 保育类的动物 就是台北树啊 台北树啊 另外呢 也最近在那里发现了 更稀奇的 保育类动物 啊 色香猫 那这个地方还是 因为是有机农场 几十年来 他们是有机农场 认证通过了 所以有的时候早上 会看到 整群的老鹰 在空中盘旋 而且这里是 台湾历史 很重要的地方 那么我是希望 当天呢 我在签书 大树下签书 下午两点钟 三月二十八 我在那边签书呢 另外呢 签完书 送凤梨以外呢 凤梨是马上 从凤梨田里面 栽栽回来 然后呢 请这个农场的 这个吴坚明 二代木啊 带着他的解说员呢 二十几公顷的 凤梨田 和附近的山上的景色呢 做一个生态解说 我们来一次呢 全家的生态解说 文学的解说 和凤梨农产品的推销 和农产观光的推销 来一次办一次 那我就多谢陈美如小姐 我就接下你的好意 这是我办的最后一场啊 剩下的另外的 那个听众朋友 他要去乎两万啊 叫法国国家办会 我要说一声多谢你啊 但是我实在 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在社区大学上课 我要到演讲 我还要写书 我一本书写到一半 我想要安静下来 在方言里面 散布 写书 思考 到 别的地方演讲 你的两万块的 要买凤梨 让我签书的呢 我就暂时 谢谢你了 你就放在那里 也许将来啊 有机会我们要办一些群众有益的东西呢 要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再告诉你 啊 你要帮忙 再来帮忙吧 谢谢你啊 好朋友啊 啊 谢谢你好朋友 那么3月28号呢 有一些朋友讲说 那发哥我怎么去 我又不会开车 你是不是能够请个游览车 来看看怎么样 在哪里集合 大家一起去 拜托 发哥一个人 拜托 你完了 我又跟你车 游览车 又跟你在哪里 上车 在准备水 在准备午餐 我的分析啊 我实在没棒 我只能告诉你 一八五线到民权农场 就在这个万津天土堂 附近不远啊 那么那个地方啊 屏东县政府 有办一个这个 一八五线的旅游专车 你去Google里面 去找看看 如果你没有车 你就找那个 屏东县政府的 一八五线到的 旅游的专车呢 你就看那个时间 去搭车 可以到民权农场 其他的朋友 就请你自己带 自己的爸爸妈妈 或孩子呢 你开着车 就直接到民权农场来 三月二十八号 礼拜天的下午两点钟 请你在我们在现场 见面啊 好不好 我实在没有办法 帮你忙那么多了 我忙不过来啦 瓜哥也有点年纪了 超过六十几的来 我也没有这个体力 这样来处理的 非常抱歉 大家自己来报道 想办法来 你要坐飞机来 你要走路来都可以 我不反对了 反正三月二十八号 下午两点钟 我们在民权农场建 民事民现会顾的民权 是权水的权 好的 一八五先到呢 现在大家 凤梨大家已经引起大家注意了 其他农产品呢 接着一八五先到将来有 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沿路上还有很多的芒果啊 原住民种的芒果啊 种的莲物啊 说不定将来又需要我们帮忙呢 对不对 瓜哥做这个活动 主要目的在哪里 告诉大家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啦 花国虽然是一个广播人员 虽然这个作家而已 作家也可以救国家来 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啊 不是吗 国家有难 我们各种行业的人都可以帮忙嘛 不要说什么事情 都交给政府去做 国家是我们的啊 人民的啊 人民就当然要去 自己国家自己救啊 你各种行业都可以救国家啊 哪一种行业不行呢 对不对 还有在185县道这条路啊 有很多 沿山公路有很多 非常多漂亮的 有历史的 这个这个天主堂 基督教堂 改天 花哥再好好的给你们解说了 另外 到了这个大午山底下呢 有原住民很多部落 种了大午山的咖啡呢 花哥给你介绍 这个大午山的金石咖啡呢 在海拔1100公尺种的地方 这个花咖啡 花哥没有能力送给你了 你如果要呢 请你打0983468356 0983468356 你找吴太太 问看看这个讯息 好吧 我们继续来讲蒙古 啊 入侵 和这个 怎么样被神风打败的历史啊 那么在日本现在的九州啊 九州很重要的一个都市 叫做福冈嘛 福冈市 我们现在台湾有飞机 指挥福冈啊 福冈啊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冈旗了 现在叫做福冈 以前叫什么 以前更有名的 台湾人常常唱的一个台语歌 叫做 博多亚准啊 博多 博多亚准啊 博多港 博多就是福冈啊 古的地名叫做博多港 后来这个港口扩大 扩大以后变成福冈县 然后建成福冈市 福冈市就代表 就包括了博多 博多港口 福冈县啊 那么在福冈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圆阔史料馆 日本人称蒙古的入侵的 蒙古军队叫圆阔 倭阔的阔 日本人称元朝蒙古的 入侵的军队称为 毁阔了 元阔 在中国历史上称 日本叫做乌阔了 反正就把别人叫做乌阔了 对不对 反共抗俄的时候 把俄国称为乌阔了 对不对 国民党当时 把共产党称为共毁了 对不对 不是毁就扣了 对自己的本位主义 日本人呢 也一样把蒙古入侵的 这个元朝 称为元阔 在福冈啊 有一个元阔的史料馆 这个史料馆里面啊 展出了所有蒙古 当时东征日本的一些史料 留下来的一些照片和痕迹 所谓照片 当然元朝没有照片了 比如说现在遗迹了 日本要抵抗所 叠起来的石墙 这些遗址呢 都在那里 就看得到 还可以看到 当时福必烈出兵的时候的一些史料 他下的命令 多少军队 动员的过程 资料都在那里 那么蒙古 打日本啊 一共两次 真正派军队去打 到达日本 两次 一次呢 是1274年 一次呢 是1281年 也就是说 前一次和后一次呢 相隔七年啊 那么蒙古 我们就开始约列 谈到了蒙古的历史啊 蒙古的历史 我们从历史 大家都知道 蒙古的一个大帝国的创建者 就是陈其思汗啊 在陈其思汗的 还在当大汗的时候 他就统一了蒙古 整个蒙古高原 蒙古草原 第一次呢 被陈其思汗整个统一 陈其思汗不但统一了蒙古草原啊 到他过世前 还灭了西夏 对不对 把西夏灭掉 像西边记 也把花辣子摩 这么大的一个 伊斯兰国家给灭掉了 把花辣子摩 把西夏也灭掉了 西夏是在 陈其思汗死掉第三天呢 西夏就被灭亡了 那么这些国家呢 接着呢 被陈其思汗的后代 陈其思汗到忽必烈呢 经过 经过了蒙古汗 经过了阿里布达汗 然后到忽必烈 那么这个四任的大汗呢 陆陆续续呢 把辽东的经国 经国呢 把灭掉了 这经国叫做后经呢 后来经国被灭掉的这些 残语的人民呢 逃到东北的深山里面去 到了清朝了 他就壮大了 所以就建立了满清帝国 清这个女真主 所以叫 清啊 这个女真叫做后经呢 经国呢 叫前经呢 对不对 完颜阿古达 那么这个呢 经国呢 也被灭掉了 在西边的辽国 这么大的国家 也被灭掉了 经国被灭掉了 辽国被灭掉了 西夏被灭掉了 接着又灭了哪些国家呢 他为什么要对日本用兵呢 来后来讲话 快到狗狗品 97.5 快到昆佳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吧 89.3 快到华当 98.3 快到佩蝗 96.7 快到红虾 91.3 快到台湾 警察武汉 快到连保邦 快到台湾 警察武汉 快到连保邦 各位条同朋友 我是发哥 隐藏的日本史呢 今天讲的单元呢 蒙古入侵和神风特攻队 好讲到这个东西呢 到忽必烈 忽必烈喊的时候呢 他为什么要征发日本 忽必烈到忽必烈 蒙古到了忽必烈喊的时候呢 他东边在东亚 差不多都已经征服了 包括高丽 就是朝鲜半岛 也整个被蒙古征服了 在西边西下也灭掉了 不只是这样灭掉了 一直往南到最后呢 忽必烈喊在任上了 也把南宋给灭亡了 南边的宋朝也灭掉了 灭了南宋以后呢 他顺路的军队 往中南半岛 印度支那半岛就是中南半岛 去呢 把缅甸也灭掉了 把缅甸也纳为行神 今天在闹政变的缅甸 也变成蒙古的行神 中南半岛这些国家都 吹枯拉朽 被征服 只有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 竟然三次打败了 忽必烈喊 你知道是谁吗 哪一个国家吗 这就发个给你 开头给你讲的 我要讲这个国家的历史 在这里 你可以想象吗 越南三次打败 蒙古忽必烈的骑兵队 在蒙古有生之年 没有能够把越南征服 三次被越南打败 越南值得尊敬就在这里 越南不是到后来 才那么会打仗 把华国也打败 把美国也打败 把中国也打败 中共也打败 把国民党的 黄捷部队也赶出去 越南这个国家 是可怕的国家 值得尊敬的国家 你刚才嫁到台湾来的 越南征服 不是发哥的偏见 你认真观察看看 越南人嫁到台湾的征服 刚开始还不熟的时候 还好 熟的时候他很强势 而且他很过烂 他非常认真 非常有教养 台湾也有很多 娶中国新娘的 你可以自己比较看看 这不是发哥的偏见 中国新娘 不管是他来自 多么样方辟的地方 来了 我发哥有认真观察 他对我们台湾人 还觉得高高带上来 你知道吗 他觉得他是大国来的 但是越南的新娘 你看看 很快就和台湾人 农成一片 我在我家附近 有几个越南妹 在那边卖 那个红梨干什么 我从那边散步 偶尔买一两只红梨 我每次走过去 他都叫我说 帅哥帅哥 帅然发哥不帅 已经很老了 他还是很客气 跟你讲帅哥帅哥 那你就知道 他的催和性 还有他能够投入到 本土的力量里面的 那种融合性 越南就是这样的国家 忽必烈海 为什么会三次被越南打败 你知道吗 因为你这个蒙古是骑兵队 骑兵进入到越南 你要从北越这样下来 北越是丛林地带 到处是丛林 那个骑兵进入到丛林里面 骑兵的优点没有了 马是要在草原里面 奔驰才有那个像战车的冲力 你一进到丛林里面 你这个骑兵不能够发挥 大的蒙古的骑兵的威力 好 蒙古的弓箭一射 可以射到220公尺 但是在丛林里面 你建设得很远 有什么用 越南刚开始 当然不是忽必烈的对手 一路往南退 但是这个时候 越南出了一个民主英雄 叫陈朝鑫 这个将军 登高一呼 他竟然号召了 20万个越南的民兵 还有军队出来 在丛林里面 三次打败了忽必烈的骑兵 我们的历史从来有教说 越南是这么伟大的国家吗 越南后来也是被 明称主带民兵 把他征服过啊 但是你知道吗 越南再出现了 另外一个英雄叫李力啊 他开始出来 为了把明朝的军队赶出去了 他组织游击队 从12个人开始 打到后来都要人 你知道吗 那个游击队到达后来20万人 然后把明朝的军队 殖民的军队 通通赶出越南了 以后你将来的发哥 再慢慢跟你讲越南史 真的是精彩啊 你不要看不起越南啊 所以台湾现在和帛琉 开始要做旅游泡泡 发哥最希望的 现在一直在谈的越南 要和台湾做旅游泡泡 我真的很想去啊 越南这个国家 值得我们尊敬啊 我们不要老是只看日本和这个美国啊 世界上有几个伟大的国家 你想象不到的啊 亚洲的越南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发哥一直想去 没去过 就是阿富汗 阿富汗和越南 是20世纪到21世纪 所有世界列强的坟墓的坟场 任何帝国 打到他的国家去 都在那边吃败仗 在跟斗 那为什么 为什么 那就要研究啊 为什么啊 好 蒙古因为灭了高丽 在东北 把朝鲜的高丽国 把灭掉了 灭掉以后 忽必烈是透过高丽 因为你要知道 忽必烈是蒙古的骑兵啊 游牧民族啊 他没有到过海里面呢 他从来不知道 有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呢 他是打到了高丽 把这个朝鲜半岛的 韩国征服以后呢 和朝鲜的王朝 还结成这个王室的亲戚呢 韩国有一个公主 嫁到这个蒙古 去当他的皇后呢 这个在蒙古 这个韩国人 最近拍过这个电影呢 你就会看到那个电影 很精彩啊 好 因为蒙古征服了高丽 征服了韩国 从韩国人口中才知道说 离韩国不远的地方 在海上有一个国家 也像韩国这么大 大小 叫做日本 忽必烈听到了以后说 对这个国家才很有兴趣啊 因为忽必烈还没有到海上去过 陆地上的东亚的国家 从到西边的中亚的国家 都被我忽必烈征服了啊 在陆地上的国家 我骑兵到哪里就征服哪里啊 除了越南 尝早我也把它灭了 现在海上有一个国家叫日本 好吧 那就试探信的啦 因为当时游牧民族 海军不行啊 没有船没有什么东西嘛 好就叫那个高丽的大使 我写一封信啊 你帮我送到日本去了 那么这封信呢 就是忽必烈韩啊 写给日本的信 这封信现在还留在日本呢 你知道吗 因为呢 忽必烈韩 他是蒙古人 但是他不会写汉文 他听说韩国人讲说 那边的国家日本啊 他是用汉文的 所以忽必烈韩啊 就写了一封汉文的信 当然是 不是他自己写 他又不认识中国字 他怎么会写汉文 叫他底下的大臣 懂汉文的汉人 被征服的汉人 写了一封信 照他的意思 写了一封信给日本 那封信啊 后来呢 因为当时日本呢 只有在出家的这些高僧 才懂得高僧的汉文 所以日本的天皇啊 当时的幕府将军呢 请了啊 这个东大师的一个和尚 来看这封信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和尚啊 嘛 来一个秀南部 不是秀南部 好可在意又炒下来啦 他除了把那封信啊 翻译一下以外 给这个将军听以外呢 当时是这个这个啊 元赖朝的这个联昌幕府啊 他除了解释给联昌幕府的将军听以外呢 他还偷偷把这封信抄了下来 这个抄本 手抄本的信啊 现在就存在奈良的东大师 现在还在奈良的东大师里面 是正式之宝呢 忽必烈写的信啊 这封信啊 现在来看你会吓一跳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忽必烈是多么强大的蒙古君主 但是他写给日本的信 的称呼用语内容 非常非常非常客气 客气到呢 你超乎想象啊 客气到呢 好像一个小国家写一个大国一样的信一样 那表示什么 表示忽必烈只是呢 保持一种礼貌 他并不想征花日本 只是给他打个招呼 忽必烈虽然是很强大 但是你看他的写信的风格 不像那个专制封建的中国地方 历朝历代的中国 都吹牛自大的 到极点的 没有忽必烈很客气啊 从现在出土的忽必烈 写给各个国家的元首的信 都很客气 正正的强大的人都是客气的啦 我才不相信像中国 经常派出来外交部的人 说话给他说话 官方媒体的总编 说话给他说话 这种国家会是强大的国家 我才不相信 忽必烈在信里面呢 只是表达得很清楚说 我大蒙古国的大汉啊 忽必烈啊 想要认识你日本的国王 他称日本是国王啊 他不知道日本有天皇啊 说呢 我在这边听说呢 你们在海外日本啊 有一个国家叫日本啊 我和你打个招呼呢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只是想要和你结为同好 和你做好朋友 我们来当一个朋友 我对你的领土并没有野心 只要你派个人来和我打个招呼 愿意和我当个朋友 愿意承认我蒙古国 我们就变为结为两号了 这封信开始就是 第一封信就是只有这样 主要是说 给日本的国王 国王打个招呼 哈喽 当然 哈喽 当然不是讲哈喽 蒙古的哈喽怎么讲 我不知道啦 说我现在 在东亚这边 建立国家很大 蒙古啊 我听说海上有一个国家 你们啊 我给你说一次哈喽啦 咱就做好朋友 好朋友 大概是这样来用 结果日本 你要知道吗 日本接到这封信了 索盲缴乱 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日本会索盲缴乱 你知道吗 你不是 发哥不是跟你讲过吗 日本是在 隋朝的时候有浅隋史 接着在唐朝的时候 派了十五世的浅唐史 唐朝灭亡以后 到了宋朝 宋朝的北宋时代 和南宋时代呢 日本和宋朝的官方关系 已经断绝了 民间还有在做生意 陆陆续续 但是这个时候的 日本和宋朝官方 已经完全不了解了 互相不了解了 所以 他不知道 这个宋朝 面对的敌人 蒙古是一个 怎么样的国家 听也没听说过 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大 他也 日本也没听说过 只听到 只看到一封信 自称为蒙古国的大喊 大喊到底是什么 大喊是不必要看大喊吗 还是什么 没有听过蒙古 他更没有听过 忽必烈 那更没有听过 陈其是喊 所以日本的这个朝城 天皇底下的大臣 还有将军 啊 联昌幕府的将军 还有底下当时 那个将军已经是很幼年辈 当时最有名的 这个北条家呢 北条家是皇后的家族呢 掌握真正的兵权 实权的是 北条时政 北条时政 那个时候才几岁呢 才17岁啊 所以呢 不晓得要怎么回答 外交礼仪已经 和这个宋朝本土呢 已经断结关系呢 已经几百年了 所以呢 对中国那边 发生的事情 什么都不知道 在亚洲发生的事情 东亚发生的事情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就像当初呢 就算是在 唐高宗的时代呢 已经知道高高礼 高高礼之外 但是他不知道 有一个渤海国啦 渤海国被灭了以后 又成立一个渤海国啊 渤海国的人 写信过来的时候 当时唐朝的皇帝 都愣在那边 不知道怎么办呢 渤海国的文字 他故意 故意给你写成图绝文 没有人懂啊 只有一个人懂 这个人叫了李白呀 改天再来讲这个故事 那这个地方也一样 就是日本这边 不知道东亚 东北亚发生什么 怪事 所以就没有回信了 没有回信了 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有意识的 就是说 忽必烈并没有 因为第一次派大使 写信 他没有回信 他就不再 不再 不写信了 没有啊 忽必烈 前后派了 三次的死者 到日本去 写信给他 而且派死者 到日本去呢 当时的忽必烈 已经越来越壮大 壮大到之后 把南宋也给灭了 整个亚洲 东亚到东北亚西 到中亚 全部是蒙古国了 蒙古就这么大 日本的皮筛大了 对蒙古来讲 但是蒙 日本不知道蒙古 已经变这么大 日本那么小 他不知道 结果呢 忽必烈派了 三次死者 写了三封信 日本都不回信 KYO吃力 后来呢 忽必烈亲自呢 派大使呢 由高利国的人 带着他呢 到日本去 去到哪里呢 去到九州 去到九州以后 去到九州的什么地方呢 如果你到日本 经常去观光 你就知道 在福岗附近 有一个都市 很有名 也是日本的古都 也是很重要的 文化观光地 你一定会去的 叫做太宰府 太太的太宰 宰相的宰 府呢 就是府上的府啊 太宰府啊 原来就叫太宰府啊 那后来现在变了 叫做太宰府寺 一个小都市啊 它是一个文化鼎盛的都市啊 太宰府里面 很多很有名的庙 都在那里 结果呢 这个北条十中 这个将军的底下 最有权力的 北条家的掌权人啊 就不累吗 竟然叫蒙古的使者 在太宰府 你给我呆呆在这里 蒙古的大使说 我要去见将军啊 啊 廉昌幕府的将军啊 北条十中 底下北条家人说 不准见啊 他说那我要见天皇 那更不准见 连将军都 朗仪大将军都不准让你见呢 还让你见天皇 就叫他在那边 住了将军一两个月呢 连接见他都不接见他 结果呢 他摸摸鼻子很无趣的就回去了 回去向傅必烈报告说呢 我去哪呢 担几个位呢 一两个位呢 他都没有接见我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见到 他们的将军 也没有见到他们的 啊这个 天皇啊 傅必烈当然是有一些不高兴 但是傅必烈那个时候呢 忙着对付南宋了 那个时候南宋还没有 还没有被他灭掉 没有时间啊 去管日本这个事了 专心先把南宋给灭掉再说了 在这个时间啊 虽然他在管南宋的事情 没有管日本的事情 但是他还是心理上 有知道有个国家叫日本啊 后来傅必烈灭了南宋以后呢 照理说呢 傅必烈如果是心胸狭窄的人 马上派兵进 你日本算什么了 你日本算什么鸟啊 我傅必烈这么大的一个大喊皇帝 把南宋都灭了 你还不乖乖的来 我写信件你还不回信 老子给你派兵给你灭了 傅必烈没有了 傅必烈竟然对日本很奇怪了 还很客气 因为当时日本有很多的商人到杭州做生意 傅必烈还特别说改朝换代了 没关系你来做生意照样给你特权可以来杭州做生意 只是说请你带一个讯息回去给你们的天皇讲一讲啊 给他讲中国现在情势是我傅必烈在当老大 我派人写信去你不要不回信好不好 请你们的老大回个信好不好 后来日本啊 到底有没有回信呢 今天没讲不完了啦 明年明天的感觉时间啊 继续把这个蒙古入侵和神风特工队的关系呢 给他好好的讲一讲 这段历史是精彩的 多谢你收听 明天的感觉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